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周六 虚拟货币也经历了一场集体闪崩 比特币一度狂泄一万美元 24小时的跌幅一度超过了20% 42万人保仓 以太坊的跌幅同样如此 加密货币总体市值蒸发超过4000亿美元 这次的暴跌是多因素的共振 原因和大多数风险资产一样 同时 一些超低资金开始进入 目前还在反弹中 同时 在周末 市场的关注点还是疫情 疫苗对于Omicron有没有效 或许数日内就要有答案了 世卫组织专家最新表示 全球研究人员全力以赴 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得出答案 而不是原先说的数周时间 美国虽然每天有10万以上的感染病例 但目前只有10例是Omicron确诊病例 拜登对此表示 美国在这一点可防可控 呼吁民众要团结起来 拜登要求收紧对国际旅行者的入境限制 以及要求医保公司报销新冠测试费用 不过 南非却形势严峻 南方官员周五通报 南非累计确诊感染Omicron变种病毒已超过了300万例 有专家表示 因为新病毒具有更快的传播速度 但结果可能是因祸得福 因为它挤出了更危险 更稳定的Delta毒株 不过 股票策略师并不这么乐观 因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世卫组织就不会跳过两个字母 将新毒株命名为Omicron 而是直接跳到Omega 希腊字母表的最后一个字母 总体而言 市场这种波动情况 短期大概率会持续下去 直到人们对Omicron有更多的了解 对于这次疫情 摩根大通高呼下跌及买入 认为投资者担心的不是Omicron本身 而是政府的反应 摩根大通认为 最近市场动荡 可能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机会 重点是重新开放主题股票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只相关个股 也是大家提问的焦点 爱比银 爱比银是一个平台 从一个简单的想法开始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型企业 其商业模式是一个典型的双边市场 一边是作为需求方的作用者 另一边是作为供给方的出租者 爱比银与双边进行合作 并从中赚取服务费 因此讨论爱比银有两个关键因素 一个是用户规模 第二个是定价水平 用户规模决定平台价值 定价水平决定平台利润 爱比银还涉足了其他相关领域 包括企业旅行 精品酒店 除此之外 客人还可以体验新的社会兴趣 如音乐会 烹饪和健身课程 我们先来看一些优点 第一个 经历旅游反弹 已经成功地恢复了其收入 表现也比竞争对手 比如Balking更令人印象深刻 这种复苏主要归功于被压抑的旅游需求 爱比银对长期住宿 远程工作 非城市度假和更多本地过夜的关注 大大加快了其复苏的速度 在没有旅馆的偏远城市 爱比银的优势变得更加关键 第二点 爱比银平均日租金在上升 主要是用于长期住宿的大型物业的租金推动的 28天以上长租房源订单 正在成为爱比银增长最迅速的类别 第三点 产品创新和促销能力都很强 迅速大幅度降低成本 公司增加了远程工作的新功能 推出了灵活匹配和灵活目的地工具 对这些新工具的需求非常强劲 第四点 管理层针对房东的一系列举措 尤其让你印象深刻 围绕房东这一关键词 爱比银大规模品牌营销活动 公司还不断有升级和创新项目发布 用于支持房东在全球旅游复苏中 获得更好的收益 同时 在消费者端的一系列改革 让住宿需求进一步释放 刺激订单量不断增加 第五点 市场的潜力是有的 公司给出的总可寻止市场 高达3.4万亿美元 看起来前景广阔 虽然目前爱比银只收取 于房东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费用 但目标是发展成为一个独有的社交网络 打造旅游 租赁 餐饮 特色活动 互相链接的生态 公司的商业模式具有增值优势 第六点 公司总运营费用已经基本维持稳定 毛利率在不断扩大规模后 运营盈利能力会有提高 爱比银的品牌力还是比较强的 特别是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间 爱比银的平台更容易扩展到新的市场 该公司在大约220个国家开展业务 爱比银拥有显著的品牌知名度 公司的名字成为出租度假物的代名词 此外 大多数房东的房源也都是爱比银独有的 虽然像Xpedia这样的竞争对手也想进军这个市场 但与爱比银相比 他们的知名度要低得多 上面这些说完 估计很多人都开始昏昏欲睡了 没有办法 不多说一点优点 下面的缺点不太好平衡 其实爱比银看起来很火 但请不要忽视风险 下面要说的风险 很少有人会关注 第一个 疫情 这个就不多说了 这里不是因为疫情 人们想要改变他们今年的假期计划 而是各种措施出台后 部分假期计划或许会被迫改变 第二点是估值风险 市场肯定已经将很多重新开放的机会 进入股价 因为它在几乎所有的指标上 都有一定的溢价 该股的估值 比同乐的Xpedia股票的估值要贵得多 这种估值面临着相对于大盘大幅波动的风险 第三个是来自监管的风险 欧盟目前正在权衡立法 修改短期度假租赁公司在境内的监管方式 这可能会阻碍该公司发展本地体验式预定服务 同时欧洲酒店行业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 也加大了游说力度 要求加强对在线订房平台的监管 第四个是竞争风险 例如目前的业务是交叉的 爱比云计划进入酒店领域有一段时间了 从自己收购到和别人合作 品牌力再加强 但是与此同时 该领域的进入壁垒并不高 一些全球酒店业者不甘示弱 争相推出自己的类似爱比云式的租赁服务 爱比云的客户的口碑在各个地区表现差异巨大 有好有坏 最后公司IPO之前基本面令人困惑 公司背负了大量债务 包括私募股权 之后公司发行20亿美元的可转换优先债券 这意味着将来公司有义务 向票据持有人交付股票或支付现金 这意味着公司越成功 还款就越多 此外公司高管和员工在过去几个季度 一直在兑现他们的股票期权 包括现在也是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贴图 回看爱比云的融资历史 风险投资基金 恰恰已经到了十年的清算时间 所以当初急着上市 套现走人 属于人之常情 爱比云自上市以来 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而且是大幅度亏损 这个一方面与疫情直接相关 另一方面则与IPO密切相关 大部分都是股票薪酬支出 所以都是短期因素居多 并非公司核心造雪能力出现问题 公司第三季度实现扭亏为盈 体现了主营业务的稳健 北美区域主要是美国始终是爱比云的基本盘 拉丁美洲是先的增长点 亚太地区继续萧条 这个其实是利好 因为长期来看 亚太地区才是最大的增长点 在该公司指出第四季度感恩节预定量 比2019年的水平高出40%之后 几位分析师提高了爱比云的目标价 作为疫苗受益股 当涉及到旅游趋势时 人们的热情高涨 爱比云总是在正确的地方和正确的时间出现 这一点背后资本的推动作用很重要 机构方面 文艺复兴基金增持爱比云 但高领大幅减仓了爱比云 这个投资动作超乎部分市场预期 因为上一个季度 高领刚刚建仓爱比云 在全球旅行交通还未恢复的情况下 当时买入爱比云会有抄底并长期埋伏的意味 瑞银首次予以爱比云中性评级 目标价是176美元 该分析师表示 他对该公司的长期房源增长持怀疑态度 且不相信在家工作会永久改变爱比云的可用市场总量 他的数据和检查 显示美国度假市场持续改善 但随着商务旅行的恢复 市场份额正在迁移回酒店 但目前观察来看 网站流量有一些软化 但预定价格仍然很健康 没有处于危机模式 总的来看 现在有更多的分析师报道该股 虽然分析师们的意见不一 但这很可能有助于提高爱比云的知名度 并推动起成交量 股价来看 160至165是最近的一个强支撑 上方180至185是一个压力区 价格短期运行在这两个框框之内 目前上下都有可能 下面143至150也是一个买点 如果你对欧美的防疫信心不大 那么下面这个买点也是有机会可以等到的 我们之前说过 爱比云在IPO的时候 就强调了自己并不拥有任何房源 只是大型数字平台凸显了自己的科技属性 这种轻资产模式有助于其长期的盈利能力 也能吃到成长科技股的红利 但当成长科技股退潮的时候 也许会把这部分的估值给杀掉 我个人买入的下个挂单是145 这里仅供大家参考 虽然有种种的风险 但中长期依然看好 总结一下 爱比云在新技术 联合品牌建设 扩大与旅游服务提供商的合作 以及不断增加的国际扩张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潜力 既然上面说到了Xpedia 这里也来说一下 Xpedia是领先的在线旅行社 它的赚钱模式是 以批发价从酒店购买房间 并以打包捆绑的方式转卖给旅行者 包括捆绑销售 包括机票和租车 这种销售大部分于住宿预定挂钩 Xpedia还作为代理商为其他预定提供便利 同时从旅游供应商那里获得佣金 它还从这些供应商那里赚取广告费 以获得增加的流量和商业交易 疫情同样打击了Xpedia 相比于爱比云 Xpedia恢复的速度比较慢 导致了公司一些业务的出售和关闭 2021年 Xpedia还在欧洲失去了12%的市场份额 在亚洲失去了10%的份额 这是由于对旅游套餐的需求降低 包括航班 汽车租赁和酒店 Xpedia等待着国际旅游的复苏 因为国际旅游通常占其收入的40%以上 如果和爱比云对比 爱比云的恢复速度更快 商业模式似乎更加符合目前的形式 从国家表现来看 2021年至今 两只股客的表现都差不多 Xpedia在2020年完成了对其业务的重大重组 出售并关闭了一些业务 目前有了四个更清晰的运营部门 简化了业务 正处于复苏的道路上 2022年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将有34亿旅客 Xpedia有可能预计 其国际收入将在未来的18个月至24个月内恢复 从估值的角度来看 Xpedia的估值更加合理 大致符合其长期平均水平 对于这只股票也是可以关注的 最后我们来简单看一下Palantir Palantir最近股价跌跌不休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公司报告了令市场失望的第三季度业绩 受到了打击 第二点 CEO卡普最近加倍强调 虽然大量基于股票的补偿 继续将公司的利润变成损失 但Palantir基于股票的补偿方式是必须的 公司的人才和产品才是关键 不会去考虑股票稀释的问题 这不是市场先生想听到的 但如果你继续认可这种做法 将不得不接受它 业务上Palantir确实发展势头不错 除了美国的中情局 作风一项神秘的英国军情六处 也极为罕见的发生了 处长摩尔这位情报头子 进行了上任后的首次公开演讲 希望更多的依靠科技公司 希望加强军事人工智能 这意味着Palantir的国际化业务 有望得到扩张 这里多说一句 对抗中国目前是政治正确 不过政客们也开始内卷 佩罗西最近竟被共和党议员 质疑过分讨好中国 因为存在有利可图而不够积极 故意不作为 对此 佩罗西发飙了 称自己是过去三十多年 在中国一直是被认为是最讨厌的人之一 所以说 随着中美对抗的升级 Palantir这家公司将会越来越重要 同时 公司正在与IBM等大型巨头合作 来建立其销售团队 公司的商业业务也有上升潜力 目前的股价来到了我们之前给出的底线位置 18美金附近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之前股市一直上涨 很多人满心欢喜 以为找到了必胜密钥 但往往在这个时候 市场总会立刻把你打回到小白状态 甚至自我否定 并在一次次的情绪波动中心态爆炸 然后开始追涨杀跌 避免情绪过度波动的方法之一 是尽量用闲钱炒股 因为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 视频所有内容 只是提供给大家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 如对你有所帮助 请点赞并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最后 祝大家交易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